大家好,欢迎收看《唐青看时事》 今天我们来聊好几个话题 首先是中共抓狂了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中共正在美国华府和纽约等地 四处寻找能够和川普团队搭上线的人 但是几乎毫无进展 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过去几个月内 频繁在华盛顿进行外联活动 他跟几十个前美国官员和中国问题专家会面 试图建立跟川普团队联系的渠道 他甚至还向民主党分析师询问 如何应对川普团队 目的就是想了解川普的需求 然后有针对性地去游说 但是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对谢峰这类行为反应都相当冷淡 共和党尤其强硬 共和党的议员普遍拒绝跟中共官员接触 原因是他们觉得这类会议毫无建设性 因为往往就是听中共造本宣科 值得注意的是谢峰最近在公开场合当中 好几次他的战狼师强硬的口气完全消失了 甚至还说出说要像爱护母亲和一样的 维护中美关系 说出这样漏麻的话 这表明中共正试图采取一种更软的姿态 来试图修补美国的关系 尤其是川普上台 这次提名了好多个鹰派中的鹰派来进入他的内阁 所以中共这种恐慌情绪 惊慌失措的情绪更加严重 而且据报道 今年早些时候 中共还派出了前驻美大使崔天凯 希望利用他在川普第一任期时建立的人脉来寻求突破 但是川普团队对此完全不买账 崔天凯无功而返 中共的计划再度落空 中共不仅大使抓狂 连习近平也在国际场合出丑了 就11月16号 在秘鲁举行的APAC峰会上 习近平跟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会谈 会后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记者会上就对外澄清 说拜登总统并没有为习近平 向美国新政府领袖传递任何信息 就是他说 拜登不会替习近平去传话 因为他表示 拜登只是在会中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1月20号将由新的政府上任 当然他也同时强调 过渡期间他们就是稳定美中关系 沙利文的这番话就被外界解读 是对习近平的一次打脸 因为此前习近平在会谈中 向拜登提及四条红线 就是试图通过拜登向川普团队传递信息 但是沙利文公开澄清后显示美方 就是现在的白宫并不愿意充当中共的船身筒 这次事件就让中共上上下下 包括习近平急切的行为在国际间暴露无遗 不仅丢脸也暴露了中共在应对美国政治变局时的 手足无措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美国抓中共间谍的进展 11月19号72岁的加州亲共侨领陈军 在纽约被判处了20个月的监警 罪名就是充当中共政府的未注册代理人 并且贿赂一个美国官员 陈军今年7月24号就认罪了 现在是刑期判下来了 起诉书说是去年1月至5月 陈军跟他的保镖林峰在中共政府的指示下 在美国境内推动镇压和骚扰法轮功学院的计划 他们就试图操控美国国税局的举报计划 要取消法轮功学院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资格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他向一个FBI卧底支付了贿赂 并且承诺 事成之后要进一步瓜分奖金 那个奖金据说有5万美金 这个FBI卧底 就是说他装扮成美国国税局的官员 跟中共特务接触 那么中共特务就上钩了 上钩了 美国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那么陈军在通话中明确表示 贿赂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共推翻法轮功的目标 就是在美国他要达到法轮功 那么根据司法授权的电话截听记录 就陈军和林峰就讨论 接收中共官员指示后就删除证据 就避免被发现 并且提到如果计划失败 就要向这个官员发出警报 就是北京的中共官员 但是最终两个人去年5月就被抓捕了 就是美国 他有美国FBI卧底 在宣判之前 其实联邦助理检察官还建议 要判处陈军30个月的监警 就是现在只判了20个月 因为当时检察官就强调 他这个罪行的严重性 并且要阻止这种罪行再犯 检察官就指示 中共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而陈军自愿跟中共合作 试图通过贿赂来腐蚀美国体系 以对抗法轮功 意图就是要取消神医艺术团的免税资格 他这个贿赂就高达5万美金 那么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表示 就说陈军跟中共政府 还有他们骚扰和恐吓法轮功的目标 他是一致的 说我们不会容忍这类行为 今天的判决是对这些恶行的明确警告 就是美国司法系统将追究那些企图 在美国本土进行恶意跨国镇压的人 接下来我们再讲 最近在中国华侨控股集团的一起金融爆雷案 震惊全国 这次事件涉及超过70亿的资金 就是人民币 其中光是黄金、珠利这样一项业务 就有40多亿人民币无法兑付 更加惊人的是 就是这个公司传出多名高管神秘潜逃海外 根据凤凰网的报道 华侨控股的工作人员是在八月底就联系不上 余真云等等高层 就面对就好几个不止至少有三个 三个高层相继失联 这个公司的其他主管理财顾问 很快就开始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投资者兑付压力 那么股东直到九月才意识到问题 就导致余真云控制的另一家公司 创新资源股价跌停 盘后柴油公司公告证实余真云已经失联了 就是联系不上了 根据中国的每日经济新闻 实际走访就在杭州的华侨控股办公地点 发现到场了解情况的投资者 就是络绎不绝 其中绝大多数的投资者 都是购买了华侨控股的两个黄金专案 就是黄金租赁那种项目 华侨控股这家公司 它主打就是高回报的理财产品 最知名的就是黄金租赁 就是租黄金 那么在银行利率低迷的时代 大家知道黄金租赁就吸引了大量投资人 甚至不少公司员工和家属 把自己的积蓄工资房产都压上了 就是叫黄金抵押黄金 因为黄金可能在尤其在通货膨胀的时候 它可以保值更好的保值 那么根据华侨控股员工提供的内部数据显示 截至9月2号没有兑付的金额规模 总计大约70多亿人民币 其中黄金租赁的业务没有兑付的资金 有40多亿人民币 就相当于五顿黄金不知去向 最近还有一件事在中国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就是中国社会接连发生 连环无差别攻击随机杀人事件 中国社会就处于一个高压锅 快要爆炸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先看珠海越野车撞人事件 这是在中国非常轰动 就11月11号 广东珠海发生 开车撞人导致35人死亡 43人受伤的惨案 当然官方数据35人是很有猫腻的 因为中国是有一个规定 就是36个人死亡以上的这样的案件 发生了市长或者市委书记 就要罢免职务 所以中国很多恶性事件 这种天灾人祸 都是35人死亡 所以其实网上透露 实际死亡可能高达60人 所以我觉得35人肯定不可信 60人还是比较实在的 就是凶手呢 是一个60岁的 算是有钱的人 警方通报呢 说他作案是因为 对这个离婚后财产分割 结果不满 但是呢 其实官方引去了嫌疑人 在案前就不服法院判决 其实呢 他的主要目标就是 法院 不满法院 报复法院 而且死者大都 都是法院的家属 因为那个 他冲撞的那个地点 就是法院 就是在法院旁边 所以很多那个 当时的很多那个 都是法院那些退休的 那些家属 其实呢 他的行动就是对 司法不公的绝望反击 但是呢 中共是肯定不敢 报道这些细节的 所以这件事 引起了全国的一个 巨大的反响 但是中共是在 删除这些报道 第二个事件是 11月16号 在江苏无锡 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一个姓徐的学生 持刀砍人 造成至少8人死亡 17人受伤 据网传的消息 他因长期被工厂 拖欠工资 还每天工作16小时 学校还扣押 他的毕业证 导致他无法毕业 官方通报说呢 徐同学在行凶后 还留下了一封信 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他说他用了很多方法维权 但最后都失败 所以他写到 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绝不能被打败 所以信里还写说 当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所以可想他的心中的怨恨和仇恨 这些事件的背后的共同点 都是极端不公 极端压力和无处申诉 中国今年这种随机杀人的事件 是往年的好几倍 面对这些接二连三的暴力事件 中共的反应不是疏导 不是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而是要求更加严厉的维稳 习近平下令清查全国的 事无和武师人员 所谓的事无就是指 无婚姻 无子女 无工作 无房子 武师就是包括 投资失败 生活失忆 关系失合 心理失衡和精神失常 中国网络上还传出广东部分社区 开始追踪巴斯人员和三低三少群体 巴斯人员包括投资失败 工作失业 生活失忆 情感失忆 关系失合 心态失衡 精神失常 年少失管 三低三少就是做 说经济收入低 社会地域低 社会声望低 人际交往少 流动机会少 和疏导 管道少 说来说去 就是说 这些人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所以中共 它试图把社会不稳定的责任 推到这些人头上 完全服饰了自身的问题 这种排查 无疑把这些人进一步的边缘化 把他们进一步逼到绝境上 让本来就陷入绝望困难的人 更加无路可走 大家可想而知 这种高压的话 那就问题会更多 问题会更多 所以要我说 中国真正的事物是 无公义 无道德 无自由 无法治 其实还有更多 无正义 无良知 等等 真正的五师 就是政府失德 治理失败 制度失败 经济失败 社会失衡 整个共产党执政失败 所以有网友写了一篇文章说 这个社会可能已经瘫痪了 他说 每天上网都有一种 极不真实的感觉 美好与罪恶 救赎与毁灭 希望与绝望 宏大与繁琐 在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 并排发作 不容许沉浸 不容许思考 人的一张脸 必须同时做出许多相反的表情 才能回应这个世界 比如说 半边脸大哭 半边脸大笑 半边脸微笑感动 半边脸歇视底里 总之 再不学会发疯 就真的疯了 所以 我说 就是共产党 把人给逼疯了 整个社会都要被他逼疯 因为这种高压统治 所以有人说 当社会进入乱世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在善恶间 必须选择 要么站在中共这边 要么选择脱离中共 唯有脱离中共 在中共高压国爆炸的时候 才不被牵连 所以这样一个乱世 正与邪 善与恶 确实 衡量着每一个人的良心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和留言 谢谢大家